收看的是生命电视台 菩萨修行之道 供养和敬重可能会带来争执 使闻思修衰微 因此避免执着于朋友施主之家 乃是菩萨的修行 尖刻的话语扰动他人的心 毁坏自己的菩萨修行 因此放弃让他人感到不悦的粗暴言识 乃是菩萨的修行 简而言之 不论身在何处 不论所作所为 时时保持关照和警觉 自问我的心的状态是什么 并去利益他人 乃是菩萨的修行 为了解除无量众生的痛苦 透过离于三种概念的智慧 把所有功德 把所有功德 回向给一切众生 使其远离痛苦 愿其获至证悟 乃是菩萨的修行 菩萨那些修持大乘之道的修行者 的鉴定 是放下自我真实存在的概念 一旦我质不再存在 就不会有贪、称、吃、卖或疑 大乘佛教 包含了无数圣神的教法 但他们精髓全都在于修行 去除心的执着与嗔恨 去除障碧它 使其无法清晰感知的一切 以及回向所有善业之果 来利益一切有情众生 求取正物之心 也就是菩提心 即所作所为 都是为了一切有情众生之故 不论是做一个大打败 念诵一遍咒语 或生起一个善念 都是为了一切有情众生 这就是菩萨的修行 菩提心是为了利益他人 而求取正物的决心 生起菩提心 乃是慈悲的核心 生命的核心 以及佛教修道的核心 菩提心即使为了能够 让其他人从痛苦中解脱 而想要获得正物的利他愿望 这种为了利益他人而成佛 乃是最殊胜 珍贵的愿望 一个良善地他的心 乃是健康 长寿和财富等 短暂快乐的根源 以及从轮回中解脱 或致就近大乐的根源 为了持守三规一介 放弃所有执着 以及事物是真实存在的信念 用你的身与意来利益他人 乃是真正殊胜的修行 菩萨奖义 菩萨界的四种他胜罪是什么呢 无助菩萨在菩萨地论中说 第一 以贪心来自占毁他 比如对施主财产生起贪质 为了防止他人跟自己争 于是说这个上师不好 那个道友不好 第二 以吝啬心不做财法布施 遇到乞丐和可怜众生时 一点都舍不得布施 或者在遭遇一些真正的法器时 也不给他传险中密中的有关法友 第三 以憎恨心损害别人 而且不接受别人的忏悔 比如两个人吵架了 后来对方觉得自己不对 向你忏悔 但你根本不接受 第四 以愚昧无知的心 舍弃释迦摩尼佛的教法 自己独创一些虚假的法 并宣扬说 我的教法对众生如何如何有利 菩萨界与其他界律有一点不同 如果犯了的话 可以重新受持 不过重新受持的方式 龙猛菩萨与无助菩萨的观点 各不相同 按照无助菩萨的观点 犯了根本戒之后 可以重新受三次 三次过后就不能再受 就像别解脱的某些戒律一样 而依龙猛菩萨的观点 违犯菩萨根本堕罪后 可以屡次受持 菩萨界与其他戒律有所不同 可以通过三个方式来受 一是在具象的善知识面前受 二是在佛像的三宝所依面前受 三是观想在诸佛菩萨前面受 不管通过哪种方式 我们的相续中一定要有菩提心 这是最重要的 当然受戒有戒谍做证明是很好的 但有了戒谍 是否表示相续中真的有了菩萨界呢 也不一定 所以作为大乘修行人 首先要观察自己 到底有没有菩萨界 菩萨界可以概括为三条 严禁恶行界 涉及善法界 饶意有情界 这三条与小乘的戒律有点不同 大乘所提倡的条幅自相续 就是要利益一切众生 而按照小乘观点 只要能够调伏自己 发起初离心 从轮回中解脱就足够了 戒律中 生与期业是可以开源的 但一业从来没有开源 如果产生了贪心 撑心 痴心 邪见 罪业极已形成 就算给他取了一个好听的名称 也没有用 所以没有特殊必要的话 我们的行为 还是应当如理如法 关于菩萨界的许处 我们也讲过 如果是立根者 按照《虚空藏经》所说 必须守持十八条戒律 如果是顿根者 以蒙诺施主请问经的观点 要守持四条根本界 如果是顿根者 按《大力方便经》中所讲 只需守持 不舍愿菩提心 这一条即可 尼玛派的有些论事还说 以妙必请问经的观点 学人应根据自己的根基 学修菩萨界 根基好的人应该多守戒律 根基不太好的 守戒的条数则可以少一点 菩萨是以什么身份出现的呢 这个很难说 比如我们到商店里面 那些卖东西的人也好 旁边来来往往的人也好 没有任何理由 说这些人不是菩萨的滑现 我见到了他 接触到他 听到他的声音 都很有可能获得无量的利益 有时候我们看见可怜的众生 对他升起大悲心 实际上 这也可能是菩萨的画现 就像无助菩萨 见到弥勒菩萨化身的母狗一样 母狗看起来特别可怜 结果却是弥勒菩萨 同样 有些众生的脾气不好 行为不如法 也不能肯定 他就不是菩萨 萨迦格言言 平日不为地他想 此人行为不深处 如果我们不为他人着想 整天都是自己吃吃喝喝 那跟泥牛没什么差别 我们一天二十四小时 不造任何恶业 一直念阿弥陀佛 观音行咒 拿着转经轮 对自己的要求也非常严格 不起贪心 撑心 这样算不算是大乘修行人呢 根本不算 因为相续中的菩提心 不具足 所以大乘菩萨界 还要增加一条 饶意又情界 这就是大小乘的差别 别人如果问你是大乘修行人 还是小乘修行人 很多人可能说 我肯定是大乘修行人 因为我以前得过什么什么观点 我是学净土中的 学禅中的 怎么不是大乘修行人 但是你每天 是不是将地义众生 放在首位呢 不一定吧 也许每天想的 只是我自己要成就 我要好好休息 所以大家一定要反观自己 我到底是大乘修行人 还是小乘修行人 藏地有位公认的观世音菩萨 化身在美国耶鲁大学发表演讲 当时他引用了圣经中的一句话 别人打我左脸的时候 我把右脸也让他打 我们作为大乘佛教徒 口口声声 所学的是大乘佛法 但别人无缘无故 用拳头来打你左脸时 你能不能说 这边打得还可以 来 开始往右打 也许大家认为这很可笑 但实际上我们真遇到这种问题时 不要说是打你 就算稍微说一点你的过失 你也受不了 马上开始反唇响击 若是这样的话 你到底是不是学习大乘佛法的人 我们学习佛法的人 常会遭到他人的嘲讽和反对 甚至还有人觉得你精神有问题 尽管环境非常恶劣 但也要尽量护持正见 以大悲菩提心 缘起空性 来对待一切 千万不要被邪见染污了自己的菩提心 菩萨在行持饶意众生的行为时 难免会遇到一些野蛮淡化 或知善恶的众生 他们不但不听谁教导 反而生起称恶之心 甚至对菩萨进行损害 此时修持利他行者 更应生死悲悯 在这个世间中 只有真正的圣者 或者虽不是圣者 但内心已生起 无畏菩提心的人 才不需求自己的安乐 他们对自己的病痛 生活并不执着 反正身体是讲和之躯 只要有一鼓气 有一份力量 就要献给众生 就要为众生做事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佛法就有办法 像有太阳 有空气一样 生命电视台的存在 对于这个世间 对痛苦的众生 是那么重要 所以希望大家 多收看生命电视台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将佛陀的教法 深深地去思维 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明镜月功德日 善恶行呈一千万倍 求戒拜颤除诸障 积首礼拜观音前 千处有求千处印 灭罪消灾罪吉祥 佛教慈悲至业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传授八观灾戒 即礼拜大悲战法会 恭请广护法师 及法务指导僧众 共同领众 7月20星期四 8点半传授八观灾戒 13点30分大悲战法会 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联络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瞻法义公目福恩 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 南投分会成征义公 共同发心来陪福 一 相机义公 二 法会布置机动义公 三 值班义公 半日班 四 大店清洁义公 五 环境清洁义公 六 冲茶主招待义公 七 电脑行政人员 地点南投分会 南投县草屯镇中正路 254-86-5号 下旬电话0958-963-288 0958-963-288 049-2315-999 049-2315-999 南投分会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瞻法义共目福恩 印度有一位美丽的莫莉皇后 她是波斯尼王的太太 国王常对皇后说 哎呀你今天这么好命 披荆带荧当皇后 都是托我的夫啊 所以你要感恩于我 一天 国王问莫莉夫人说 你在这个世间最爱什么人 我最爱的是我自己 没想到莫莉皇后脱口而出 国王听了很不高兴 他说 你生活得这么舒适 东西用得这么好 都是由于我的体力 才不是呢 我听佛陀说 这是我自己造的福报 不是你避应我的 波斯尼王很生气 还要让皇后知道 她的一切都是自己的赐予 所以趁晚上皇后睡觉时 故意叫人把宋皇后 一颗又大又亮的钻石戒子 偷走 把它扔到河里去了 你的好命都是我给的 如果我不给 你就不会拥有这些 隔天早上 国王故意问 咦 我送给你的钻石戒子 怎么不戴呢 我昨晚睡觉时 不知放到哪里了 找不到 你看 如果是你的福报 那你现在不是没有了吗 一切随缘吧 该我的就是我的 不该我的也没办法 波斯尼王心里暗自高兴着 两三天之后 莫里皇后要招待外宾 于是叫仆人去买几条大鱼 回来喷煮 结果仆人宅杀时 发现鱼肚子里有一枚钻石戒子 便赶快请皇后来看 这不是我的钻石戒子吗 皇后看了很高兴 于是把他戴在手指上 马上去找波斯尼王 国王你看 我的钻石戒子又回来了 波斯尼王很惊讶 也很不好意思 便老师招出自己丢钻石到河里的事情 最后他终于相信 不是我必应他的人华富贵 是他自己的福报 学佛多一点 从这个故事的内容 其实能延伸 教孩子日常的应对礼节 如故事中的国王认为 皇后的富贵因他而来 皇后最后则证实了 自己的好命运 是自己修来的福报 但是两人的应对 疾风度足以作为孩子的模范 当然父母亲在家里处理大小事 也因公正和平 才是孩子最好的身教 所谓命有我地福自己求 祸福无门 为人自招 善恶之报 如影随形 佛教讲的是因缘 当因缘成熟时 有些人的定业就会出现 如果有人命中注定会有很多钱 但是在因缘还没有成熟前 他却为非作载 先得到了这笔钱 而犯下了罪业 不但折损了原有的福气 反而把自己害成了 所以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